核心提示 疼痛 冰凉至麻木 绝大部分东莞女工的打工生活 都开始于一条条流水线上 女工 一个底层工作的代名字 一个身份的标签 她们带着沉重的卷带和无聊 穿行在宽敞整齐的车间里 白天黑夜 黑夜白天 像把一条电路插在永无休止的流水线上 所有关于青春的记忆 都接手在这单调而乏味的车间里 休息的时间 总也睡不够的疲倦 还有日渐明显的黑眼圈 日渐疲惫而乏神的双眼 她们的生活 爱情 组成了流水线中国的青春物语 而其背后 是直达生命的致痛 从工厂妹到洗脚妹 从流水线到灯红酒绿的世界 身心都要受伤害 折射的是选择通道的狭隘和生活的艰辛 今天 陈老师介绍一位文笔集 好且非常写实的农民工作家 郑小琼 谁是郑小琼 郑小琼1980年生 2001年来东莞打工并写诗 有多篇诗歌散文发表于 诗刊 山花 诗选刊 星星 天涯 散文选刊 等报刊 作品多次入选年度最佳等全本 获得人民文学奖 庄重文文学奖等多项大奖 入选 中国八十后作家实力榜 出版诗集 两个村庄 黄马岭 暗夜 散文集 夜晚的深度等 郑小琼1980年出生 在四川省南冲市的一个贫苦农家 2001年3月 从南冲卫校毕业后在乡 村医院当了半年医生的郑小琼 便南下打工 打工 是一个沧桑的词 在海洋里捞来捞去 捞到的是几张薄薄的钞 票和日渐吞去的青春 然而现实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美好 他最初在一个家具厂上班 结果只领到284元的月薪 看到微博的工资 他再也不敢想象自己以后的生活了 自己独钟砖四年 家里还欠了上万元的债 自己毕业后孝敬父母 实现梦想的愿望都成为泡影 《女工记》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富有影响的诗集 被誉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关于女性劳动与资本的交响曲 他的作者郑小琼更是一 各以打工者而著称的女性诗人代表 其人生的波折 艰辛的生存及文学追逐的传奇 受到全国媒体的广泛关注 《女工记》描述了100位女性农民工的生活 诗人将数量庞大的外来 女工们还原成一个各鲜活的女性个体 记录她们在流水线上间 男儿努力的生活与奋斗 作者不是旁观者的叙述 而是感同身受的倾土 所以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 《低苍白的青春》一路奔跑 从内陆乡村到沿海工厂 郑小琼应该是最受关注的八十后诗人之一 一个低学历的写作者 流水线工人 打工诗人等等是她之前的全部简历 在某个意义上 郑小琼对诗歌和生活的态度 更像是一个群体的缩影 她的诗歌充满了对世界 不公平的挑战和蔑视 字里行间充斥着揪心的力量 接下来我们先欣赏一下郑小琼两首诗歌 十年像水样流动 巨大的厌倦在脑海中漂浮 多年来 她守着螺丝 一颗 两颗 转动 向左 向右将梦想与青春固定在某个制品 看着苍白的青春 一路奔跑 从内陆乡村到沿海工厂 一直到美国某个货架皮 倦与职业的疾病在肺部积蓄 正小琼 女工 被固定在卡座上的青春 城中村低矮的瓦房 阴暗而潮湿的光线 肮脏而美味的下水道 她们坐在门口织毛衣 聊天 大量来去匆匆的男人 我想象她们现在的生活 过去的生活以及未来的生活 就像她们手中的毛衣下 潜藏着的一颗母亲的心 妻子的心以及女儿的心 她们在黑暗中叹息以及 眼上门后无奈的身影 正小琼师哥 中年妓女 她们坐在那里磕瓜子 打麻将 站在流动小贩的麻辣烫车旁边 纤细的手指涂满了指甲油 戴着银饰瓶或者佛珠 灌着的手臂上印着蝴蝶的花纹 黑色低腰短裤将臀部的欲望扼出 蓝色的眼影有着对城市的不屑与迷茫 或者茫然地坐在门口谈论着 有时我经过她们的门口 看见她们涂得苍白的城市或者国家 无法窥探出烟枝底下苍白与孱弱 她们艳丽地服侍下掩藏 这的疾病的躯体与灵魂这么多年 我经过行政中心面对四周的繁华 背后是平民区域挣扎中的人民 这些让我活在深深的担忧之中 郑小琼 女工之年轻妓女 二女工杨红 哭泣的肩胛骨在男人们的欲望下颤抖郑小琼 女工记 里有个叫杨红的女孩 十五岁 生活的骨头卡住孱弱的家庭 辍学被人拐到广东 从庄稼地到小法郎 生活像根刺卡在喉间 吐不出也淹不尽 剩下肉体的疼痛与灵魂的麻木 瘦小的躯体 支撑不起染黄头发的蓬松与嘴唇的口红 她哭泣的肩胛骨在男人们的欲望下颤抖 幼小而纯洁的身体无法抵挡病毒的入侵 性病折磨着她明亮的眼神 羊羽红肿 是社会给她一个无法摆脱的暗欲 做胎手术者冰凉的器具深入她温暖的躯体 痛成为她对现实唯一的敏感 十八岁 她满身的疾病 奄奄一席 被法郎的人犯扔在门外 她遭遇爱情 忠厚老实的男人 四十二岁 英德人 家赤萍 她在建筑工地挑杀挑砖 她在工棚里治病 二十岁 小孩出生 女性 瘦弱得如一只猫 她跟她到英德乡下 二十二岁 因为贫穷 男人在山上偷伐树木打架 被判入狱十年 她回到七年没回的湖南 带着女儿 这一年她重新回到广东 在东莞的某个法郎出卖肉体 二十四岁 跟一个韶官人相爱 男子抢劫入狱 二十五岁 她进入东莞某个制鞋场 在流水县某个工序上 蓝色工衣的女工 我遇见她 她说着这些年的生活 没有悲伤 也没有兴奋 像手中的制品一样 没有表情 她二十七岁 身份 莫昏 三女工李燕 为漂泊的灵魂寻找一小 快安静的容器体内的黑 像铁一样涂抹着肌肉 血管 骨骼 那些使我迷茫的铁 像一道道犀利的闪电 照亮破碎的生活 1996年 从湖北来到广东 带着一个少女明亮的梦想 1999年 在四川山区雨中的竹林间 躲着计划生育工作者 八个月的生孕 丈夫在遥远的广东 父母在遥远的湖北 剩下四川的雨水 敲打着那双迷茫 却充满爱情的脸 2000年 将七个月的儿子带往湖北 种下广东 2003年 在四川乡间建房 有点明亮的日子 她看见生活的美好 像广东的天气 温暖而风盈 场外 荔枝林和路灯 照亮的脸 喧嚣的生活 拥有爱与眺望的心灵 2005年 还清所有债务 她感受生活的枝条 摇晃着 2007年 10年的丈夫 外遇 离婚 她离开生活了十年的小镇 去了另一个小镇 她抱着一颗破碎的心 坐上黑暗的宫器 晃动不安的生活 让她迷茫的十年 夫妻分居的岁月 直到破碎的婚姻 像阴冷的冬雨敲打她的脸上 2008年再婚 依然是四川的山村 南方离异 禁户出身 与她一样 2009年 女儿出生 她的生活奏着新音阶 重新建房 养育小孩 要有信心 选择新的生活 为未来流出蔚蓝的天空 为漂泊的灵魂 寻找一小块安静的容器 四女供养美丽 家中长女 贫困乡村 四个弟妹 生病的母亲 辍学 来城市打工 她就像老套 计时故事中的人物 家中长女 贫困乡村 四个弟妹 生病的母亲 辍学 来城市打工 每月500块的工资是最大的安慰 她依旧记得 一个月的收入比家里两母弟的收入还多 她觉得她已长大成人辈 负着一个大人的责任 上班 读书 睡觉 成为她全部的生活 尽管她已远离了学校 读书只是一个梦想 一个月有1200块 坐在办公室里很轻松 文员职业成为她当时的梦想 流水线的雷将她这颗紧固螺丝日益磨损 她学电脑 打字 制表 培训着一个文员的职业 17岁 她由机台底座的螺丝进入到中间位置 生产文员 在办公室的卡座 24岁 从卡座到单独的办公室 生活是一场战争 她说着20岁的往事 一个月6000块的工资 在故乡贫穷的乡村 有着不可想象的高度 乡村用他们的惯性思维 推测着她的生活与职业 跟了一个60多岁的香港人 在那边坐那个的 26岁 她离开 工作10年的工厂 开小家工厂 做自己的事业 如今她32岁 未婚 她习惯开车到四边逃跑 很多年不敢回乡 但是她也不习惯这个城市 一个老套的女人成功 现实也是如此的老套 伴随着二奶 不离经 不正常的女人 有心悸的女人 虽然这一切是捕风捉影 她的经历很适合于 民间的推测与习惯性佐证 适于乡间的气氛 五女公田健英 丈夫嫖娼 染上性病 老五在酒店出卖肉体乳 火从海洋吹来的风更大一些 生活的嫌味更浓一些 那各在风中追赶的旅贯的老妇人 她奔跑的脚步向风 从四川内陆到广东的海洋 满山 忧郁 坚定生活的嫌味在风中 越来越浓 这个叫田健英的拾荒者 她咳嗽 胸闷 她花白的头发与低沉着 的咳嗽生意同在风中纠缠 闭口痰吐在生活的面包上 淡血的肺无法承受生活的风吹打 尖锐的鸣叫 她吐出的生活量在路上 让一辆开往四川的车载 这1991年她来这里 背着五个孩子和一个病重的丈夫 那天她34岁 跟村子里的小姑娘 她在初村的风中张望泪水 打湿露珠和麦子上的光芒 1996年她回乡带来了辍学的老大与老二 1999年再回去江泉 家搬到了这个叫黄马岭的村庄 她说 那时她见到了新世纪团圆的月亮 2001年老大在深圳 吸毒贩毒进了监狱 老二去了苏州 老三 老四各自有了家 在云南湖北丈夫嫖娼 染上性病 老五在酒店出卖肉体这些年 她一直没有变 早上六点起床 晚上十一点睡觉四天去一次废品站 在风中追赶旅冠有时低下头 想念一下还留在川东的亲人 陈安庆 女工记 勇敢而真实的底层书写 让犬如何欲用文人们汗颜南方传媒书院 陈安庆在《女工记》中 郑小琼直接用女工的名字为91首诗命名 她以南下进场打工的底层经历和独特体验 大量书写打工群体特别 是女性打工者的现实苦难与人生梦想 留下了打工者的生命烙印 在《诚语香》 《理想与现实》的二元对立中 郑小琼的《打工诗歌执念现实》 没有精神的粉饰与伪装 成为《打工诗歌》和《非虚构写作》中的独特风景 她的《诗歌》和《非虚构写作》 对珠三角女工个体的尊重和关怀 映现了她带着自己的生命经验 进入文学创作的信仰 在她写下的《女工诗歌》中 一个个女工的生命状态和精神状态得到活生生的深刻见证 柔弱无助的女工之中 不乏大胆智慧者 勤劳朴实的女工之中 不乏止醉迷惊者 保守胆怯的女工之中 不乏为爱奋不顾身者 沉默绝望的女工之中 不乏以堕落活命一己者 那些忠贞思念下的背叛与愧意 胭脂底下的苍白与缠弱 艳力服饰下的疾病与哀叹 欺笑怒骂下的失落与飘摇 六小唇结身体下的溃烂与疼痛 郑小琼对女性的认识病 不是传统二元对立模式 不是真女vs荡妇 猎女vs淫妇 冰青玉结vs水性娘花 忠贞不渝vs朝三暮四 而是专注于个体处境以及处境下的选择 她用一支真诚的笔 复活她们真正的内心世界 将她们不同的生活方式彼此并至联系起来 构成关于中国珠三角女工生活的画卷 从乡村到城市 农民工这个群体中的新生代 不甘于再充当沉默的大多数 通过各种形式践行城市化的消费和生活方式 自主选择自我建构 书写农民工共同体的城市体验与生存实践 我们知道在珠三角世界工厂 人位于工厂权力体系的最底层 在准军事化的车间管理下 工人挨骂被罚战 当众检讨等都很常见 高度易化的劳动过程 严苛的管理方式都会对 女工的自尊和自我价值感造成伤害 在这种情况下 情感生活能让劳动者暂时离开枯燥 乏味的工作环境 获得放松和自由感 并为苦涩的打工生活增添浪漫和温情 一名来自广西的19岁女工 她已经有三年外出打工的经历 并且与男友同居一年 谈到自己的恋爱经历 她解释说 打工太苦了吗 在场里 你什么也不是 你就像是别人脚下的泥巴 所以 知道有一个人爱你 珍惜你 尊重你 这个很重要 年轻的打工者恋爱了 车间里没机会接触 多人宿舍里缺少私人空间 他们就在草地上享受热恋时的亲密 系着红头绳的本命年女孩 染着黄色或红色头发 戴着水果色眼镜框的女孩 在流水线之外 自已追逐着青春的斑斓 改革开放后 爱 性 婚姻 家庭 取代了劳动和阶级 成为个人塑造自我身份和认同的主要领域 人们通过追求自由的爱情 性和婚姻 来实现自我解放 个人独立 并打造现代化的个人身份 工厂里枯燥 单调的劳动 常常会损害工人的自尊心和价值感 而来自恋人或家人的爱和关怀 可以让劳动者重塑自信 自尊 中国每年有1亿农民工 是单身1人进程谋生 他们的平均年龄是38 3岁 其中16 50岁性需求旺盛的青壮年农民工占82 9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独自外出 其中有82 自身居住在多人宿舍 工地工棚和 城中村等狭小的空间内 与传统已婚的农民工相比 大部分新生带农民工将 在外出务工期间经历恋 择偶 结婚等生命历程 离开了原有的社会网络 夫妻别离 彼此缺少交流 安慰与辅助 生存上的压力 心理孤独 情感寂寞和性饥渴 使伦理和礼节的分量变轻 深圳市总工会队500 黎明新生带农民工的调查显示 29 8的新生带认为漂泊生活 之一难命 25 7的新生带的感情处在不稳定状态 对已婚农民工而言 闪婚现象 夫妻长期分居 高离婚率 婚外恋等问题日益突出 新生带农民工 较早开始接触城市文化和都市价值观念 城市生活的体验扩展了他们的视野 弱化了传统家庭对个人的束缚 也挑战了传统对性和家庭的想象 对婚前性行为 婚前同居 婚外恋等基本持比较开放的态度 现实需求与内心思念和愧疚之间的矛盾 城市打工的诸多经历所带来的陌生 迷茫和无助 我们这个社会强调恋爱自由 爱情常常被想象成男性和女性间的纯粹的 强烈的感情 但是 现实社会中爱情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的 恋爱和婚姻市场受到护及制度和阶级的分割 一个人能与谁相爱和谁结婚常常是由他 他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 在爱情的场域、城市人、农村人、中产阶级、打工者等社会身份差别被再次区分和强调 他们对爱情和婚姻的态度是矛盾和复杂的 一方面 爱情和婚姻能为他们提供情感庇护和社会支持 为他们的打工生活增加生活气息 并让他们找到打工的意义及价值 另一方面 他们的爱情和婚姻实践 受到阶级身份和户籍制度的限制 作为青年打工者 他们的微薄工资、农民户籍等让他们处于婚姻市场的不利地位 感情经历中遇到的挫折 也让青年农民工的被剥夺感 社会底层感更加强烈 单纯的怜悯苍白而脆弱 《女工记》的故事 让我们感到需要尊重个体的权利与利益 不要用庞大而虚无的集体或者什么特色 国情来搪塞或忽略个体应有的权利与利益 依女工名字命名的记录 并不局限于还原女工生存的风险与危机 而是指向与女工个人发展相关的社会秩序 幻行你呵护中国底层社会良知的真实状况 期许国家和社会关注美 一个名字包含的个人尊严 将更多的被覆盖的空想被遮蔽的真相给予揭示和呈现 形成我们认知自我社会历史的一种路径和方法 并构成引领启迪和反思的作用力 它将为底层写作的正义与责任交给了自己 毫无顾忌地为底层书写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信念 尽管她的学历只是中专 但是她令高校和科研机构理的官僚欲用文人汉言 她底层写作的思维方向和道德指向 真诚而勇敢 竭力将社会对女工群体的认知影像 关注个体之路 点燃了中国文人写作的道义精神 让人读后 有着触目惊心的感同身受 内心身处为中国底层女性的尊严 权益 心生悲悯 这是大慈悲 作者为国内知名媒体人 南方传媒书院创始人 院长陈安庆 中国第一代调查记者代表人物 郑重声明 注意 现在公众号有置顶功能了 大家把微信更新到最新版本 点开 南方传媒书院 公众号 点 置顶公众号 见 就可以将我们置顶了 这样 您就可以第一时间发现我们 01线上课程 1.新闻实物班 20讲 2.财经专题班 50讲 已录制22节 3.网络舆情与新媒体 已录制10节 02社群互动课程 1.食物真题讲练班 针对食物内容较为灵活 且相互之间有借鉴意义 的部分院校真题会总分类 真题时训 2.VIP作品 针对性指导班 普通新传 台经专项 结合新晋热点新闻 以针对性训练讲评为内容班型 10人小班 3.作品点播班 普通新传 结合新晋热点新闻 进行思路点播和针对性指导 4.热点点播课 贵总年度热点新闻 给予消息写作及新闻评 论点播思路时间规划 12月 共4节课 5.好前冲刺课 重要知识点回顾 摩考讲评时间规划 12月 共6节课 1.属其班面授课乘1 时间 属其7 8月2 时长 1.普通新传 30天集训 每周休一天 报道一天 结业一天 2.台经专项 45立方天 定价 1.普通新传 15800 寒住宿 2.台经专项 24800 寒住宿 4.班型 20人 普通实物 台经5 5.内容 1.新闻学理论 2.传播学理论 3.新闻史 4.新闻实物 5.赠送 英语 政治 6.台经 15天 台经专项基础 训练 6.服务 班主任 助教 赠送线上课程 名家分享 7.课表 待定 1.余 3.有用 4.2 音笔 3.4 3.4 5.9 2.5 5.6 6.19